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众草官于战役 在中国,广场舞可谓声名远扬 它既强身健体,喜闻乐见 也因为分贝太高而闹出邻里矛盾和纠纷 如何让广场舞既能跳起来又不扰迷 是既带解决的问题 当下,我国正在修订环境照生污染防治法 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题思路 这不法律,你加入了一条新规 在公共场所,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 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和时段等规定 不遵守,不听劝,甚至拒不改正的 将面临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草案规定一出,立马得到许多网友的支持 有的说,广场舞扰民国家终于出手了 有的还说,广场舞的大喇叭不等再任性了 否则荷包吼不住 法律草案的态度也很明确 并提出了相关的惩戒措施 但显然,罚款不是目的 共同维护好环境的和谐安宁才是目的 人人都需要安宁的生活环境 根据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规定 在居民区内,户外允许噪音级 昼间为50分贝,夜间则为40分贝 而广场舞的音量大多超过50分贝 甚至更多 因此,即便法律法规还没有正式出台 但喜爱广场舞的朋友们 也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 控制好音量 同时,管理者和周边居民 也要尊重他人正常健身的权利 尤其是管理者 因尽量为广场舞提供合适的场所 约定好合适的时间 再看这项酝酿中的新规 它既是臣戒 也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意在促进各方 共同找到最大公约数 让广场舞既能舞出自己的精彩 也能让他人享受应有的安宁